先会爱自己,再去爱别人,欢迎收听阅读茶坊。 我去河里洗衣上,结果捞上来个男人,用大刷子涮了涮,长得还怪好看。 皮肤嫩得像豆腐,眉毛黑得像墨汁,头发丝滑溜溜的一点也不打结。 可惜身上有重伤且很瘦,扛起来还不如一节立目重,不然可以找他借个种。 遗憾了一阵,转念我又有了主意。 我一手拎着大木桶一手扛着他,哼着小曲走了一段后,昏迷的男人突然开口,声音又冷又硬,扔下我赶紧走,不然你小命不保。 听听,这是对救命恩人该有的态度吗? 我死死钳住他的腰,那可不行,你还没报恩呢? 咳咳咳,男人压抑地咳嗽着,有人追上来了,话音刚落,我就听得一个大嗓门,他在那,紧跟着就是一阵呼啦啦踩到枯叶的声音,还有剑嗖嗖地射过来。 该死的? 我熟悉,而且我绞成快力气大,那些人一直坠着,可就是追不上。 为首的刀疤脸恶狠狠地道,再不停。 我就要乱箭齐发了,跑了一路,我喘得很厉害,而前方已经是一处悬崖,我将水桶放下,死死抱紧男人制止他的挣扎,回头对那群黑衣男,黑黑一笑,纵身一跃跳下悬崖。 呼呼地风灌入我的耳朵,夹着男人急切地声调,你疯了吗?跟那次我不小心掉下来的情况一样,牙下大树的树枝阻挡了我们坠落的势头,我就是往边上一滚,结果后脑勺磕到了大石头上。 一阵头晕目眩,昏迷前,我将红头绳拽下来,缠在男人手上,你的命是我的了,不,不准趁机逃走,再度醒来,我已经躺在自己床上,大木桶也好好的在院子里立着。 男人睡在我身旁的地上,身下扑着厚厚的稻草,黑黑的睫毛像是一对蝴蝶,落在他毫无血色的脸上,怪好看的,咋就是个病秧子呢? 我起身去煮粥,煮好后回来,发现他已经醒了,听说我姓宋,自幼没见过父亲,他黑炭一样的眼珠子,诧异地在我脸上仔仔细细看了一圈。 应该是想不到香叶间还有我这样的美貌女子吧。 我好吃好喝,伺候了他几日,打听出他叫善谨,身无分文,其他的,没问出来。 过了五日,他豆腐白的脸上有了点血色,我拽着他出门了,一路上我小嘴不停。 我带你去一个有白面有大米饭的好去处,你一会配合一点,晨员外要给儿子找半读,一会你就说你自己读过书,听见没,他也不吭声,乌漆漆的眼珠子带着兴慰看我,像是在打量集市上表演的猴。 我想着到手的孩子,情绪飞扬,也没仔细琢磨他。 到了地方,我跟陈管家天花乱坠一通吹,说他是我的远房表弟二牛,认得字也会服侍人,做三年书童只要二两银子。 陈管家见他皮下,眼睛都亮了,走过去准备问话。 结果一路上都好好的人,突然就开始咳嗽,那叫一个铺天盖地,撕心裂肺。 咳得一张翘脸生红韵,眼尾湿润,眼寒泪花,可怜巴巴。 这桩买卖自然是黄了。 到手的二两银子飞了,我气得要命,埋头往回走。 他还一路跟着,瘦得根竹竿似的,绞成倒挺快。 且一生也不可了。 我一个急刹车,凶巴巴瞪他,你还跟着我干吗? 单紧那双黑眼珠宁着我,凉凉发问, 你救我,就是为了二两银子,刚才果然是装的。 好气! 我狠狠翻了个白眼,那可不,不然你以为我观音菩萨下凡呢? 早知道你连二两银子都不值,我干嘛花这功夫,他一张俊脸像是刷了黑漆,眼珠子乌沉沉的,道,念在你生活孤苦。 我不与你,话还没说完,我听得一个浑厚的男生唤我。 明月,我寻声看去,顿时喜笑颜开。 大牛哥,大牛是村长的独子,他从箩筐里掰了一截莲藕递给我。 明月,刚挖的,给你吃。 我吞了下口水,摇摇头,不用了,大牛哥,二两银子我还得再愁一段时间。 大牛,满面通红,带着泥浆的手脚紧箩筐的绳子。 明月,你要是当真想的话,那银子不要也成。 今晚,我赶紧打断它,那可不行,咱们说好的,大牛叹,口气,那你可快些。 我爹,我爹已经在给我溢亲了,我重重点头。 目送走了大牛,善紧淡淡发问,你欠了他二两银子,他等着拿钱娶老婆,我没好气地回。 不是,我给他二两银子,他陪我睡几晚,让我顺利怀个孩子,当时我们正好走在田梗上。 他听了这话脚底打滑,差点摔一跤。 他用一种不可思议的眼神看我。 我用力瞪回去,道,看什么看,就准男人花钱睡女人,不准女人花钱睡男人吗? 我跟大牛哥那是纯洁的金钱关系,要是刚才你配合一点。 我一脸遗憾地抚摸着自己肚子,我现在说不定已经有孩子了。 我娘当初未婚怀孕后被逐出家门,那个话言巧语的男人再也没有出现。 她从小就告诉我,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我娘三年前死了,就剩下我一个人,挺孤独的。 我不想嫁人,但我想有个自己的孩子,看遍全村只有大牛家的人个个身强体壮。 乡下地方,生出来的孩子不需要太聪明,但一定要身体好,这样才能活得长。 善锦听了我的论调十分震惊,并且默默地拉紧自己依附领口。 就你这小身板,行不行地另说,哪怕是行,生出来的仔估计就跟貌似的。 我才瞧不上呢,我拽她的手要把红绳拿回来,毕竟那是我娘走之前给我买的最后一件东西,可她竟说弄丢了,快把我气死了。 一路回了我远离村寨的小破屋,院子里居然停了一辆豪华马车。 马车四角的铃铛应该是纯铜做的吧,在太阳底下增亮增亮,还反光呢? 一见到我们,四个高大的黑衣男涌了上来叫了一句大公子,其中一个直勾勾地冲向我,伸手就来掐我喉咙。 好不礼貌。 我脚下一沉手一伸,顺势握住他的手臂往空中一抡,黑衣男划出一个完美的半圆,巴唧一声摔倒在地。 嘿嘿嘿,我可是十里八相一枝花,要不是天生力气贼大,我哪敢一个人住在这偏僻地方。 黑衣男被摔得脸色战红,多半不是痛,是觉得羞耻。 单紧这时才慢悠悠地开口,别为难他,是他救了我,众人齐刷刷地低头,整齐划一回道。 是,单紧上了马车,换了身衣服梳了头,就跟刚出锅的鸡汤似的,整个人亮晶晶,香喷喷的。 他气质高贵,居高临下地瞧着我,好看的眉毛微微醋着,道,我从不欠恩,你就我性命,说吧,要什么回报,我一双眼珠子低溜溜地在四个精壮的黑衣男身上瞧了一圈。 真是个艰难的选择呀,过了好一会,我跟单紧齐齐开口,他微微俱傲,带着施舍,不如你以后跟了我,锦衣玉时,我伸手指着刚被我摔的男子,不如你让他陪我几晚,空气异常地安静,单紧冷傲的表情寸寸军烈,冷哼一声后,重重地摔落马车帘子。 我最后还是跟单紧走了,一位却凭重选的单大说,京都有的是精壮男子,任我挑选,包我满意。 我觉得他多半是怕我在办事时摔死他,怎么可能呢,我顶多压死他吧。 我带着小花一起上了单紧的马车,小花对着冰块脸单紧汪汪汪,还在单紧的鞋子上撒了一泡尿。 要不是我死死拉住单紧的手臂,他已经被扔到马车外的河里去洗澡了。 越往北,天气越凉,扇紧的脸色越白,就跟冬天刚落下的雪一样,而且还一阵一阵剧烈地咳嗽。 该不会还没见到壮男他就挂了吧? 担忧之下,我拿着毯子将他紧紧裹住。 咳咳咳,松开,他喘息越发剧烈,咳得耳根都红了。 不松,你就是冷才咳嗽的,小时候我冷,我娘就这么裹着我的,她身体微僵,过了几个呼吸伸手来推我。 相互绞逐间,我没控制住力气,她衣服被扯开,露出肩膀一片诱人血色。 善大听到动静撩开帘子,看到这一幕顿时脸膛通红,刷得又将帘子放下,低声道,公子身体不好,请宋姑娘多多爱惜。 哎,不是,善大你听我解释,我只对你这样的猛男感兴趣。 他显然不在乎我的解释,因为我听见他在那偷偷地笑,开心自己逃过一劫。 少年,凡是不能高兴得太早,我嫌弃地要推开担紧,他冰凉的手却死死地牵住我的后颈子,逼得我无法后退。 他声音凉层层冷冰冰,记住,就算你救了我,我也不是你想抱就抱,想推就推的,他冰块一样的手指在我喉咙处慢慢划过,凉意让我活生生打了个冷战。 明白了吗? 他追问。 他一改之前病急呀,目光凌厉冷冽,气场强到让我呼吸紧张,我这人贪生怕死,当即乖乖点了点头。 他轻轻地喝了一声,手指挪开,换了个姿势靠在我身上。 舒适地眯着眼,你比垫子软,你靠的是我浑身上下最得意的部分,当然软。 这晚,我们歇在一家客栈,入夜后,他咳嗽得越发厉害了。 我住在他隔壁,听那声实在是不放心,所以就去瞧了瞧,他正好在吃药。 一大把黑黑的丸子,足足有十几颗,大大小小的,他全倒入嘴里,眉头紧皱,猴姐反复滚动。 我没忍住,道,你傻呀,不会分几次吃吗? 他抬眸看了我一眼,重重地吞咽了下,声音发哑,太苦,不想分几次。 我吃了一句,多大的人了,还怕,苦字还没说完,他突然捏住我的下巴,往我嘴里塞了一粒东西。 你不怕,那给你也吃一颗,我当然也怕。 我呸呸呸想吐出来,甜蜜的滋味已经在嘴里炸开,原来不是药,是一颗超甜的蜜饯。 善大在一旁嘟囔,这可是最后一颗了,单紧淡淡看我,昏黄的烛火柔和了他冷烈的线条,他温声开口, 药也吃了,快去睡吧,我真是个善良的姑娘,那颗甜的脚趾头发软的蜜饯收买了我,接下来的日子我都很乖。 颠簸了五日,总算到了侯府,太豪华了,我一双眼睛都不够看,难怪善锦出门在外,也穿得跟锦机似的。 他一回府就被管家请走去见老侯爷。 算他有良心,临走时吩咐丹大安顿我。 我匆匆洗了把脸换了身丫环衣裳后,拽住善大,激动又兴奋,走,找男人去,善锦说别拘着我。 我以这个为借口逼迫善大就范,他垮着脸带我去了,翘楚阁。 天哪,这世上居然还有这样的神仙地方。 美男遍地走,什么类型都有,跟他们一比,大牛简直弱爆了。 有钱就是好,有钱可以天天玩美男。 我第一次对于金钱生出了强烈的渴望。 我虽看得眼花缭乱,但始终牢记自己的目的,吩咐善大去给我弄几个壮实的过来,货比三加码。 为了我的孩子,我尽量挑一个又壮又好看的。 善大离开不久,包厢门就被推开,我心想这小伙伴是效率可以,结果抬头就看到个眼睛浑浊,肚子高耸,少说也有两百斤的死胖子。 他油腻恶心的目光,在我脸上荡了一圈,笑得比篮里吃食的猪还要响。 好俊俏的小丫鬟,听说你要找个壮的,哥哥陪你玩一玩。 说完,他朝着我冲了过来。 跟在他身后的老宝面色大变,嘴里劝阻连练,却不敢上前拉他。 哪来的傻玩意,壮和肥都分不清。 我紧张又兴奋,又一个见证大力出奇迹的时刻到了。 在他冲到我面前的那一瞬,我双手顶住他的肚子,然后抓住他的腰带一个用力。 两百斤的大胖子,被我硬生生举了起来。 不直举起来,我还让他在空中转圈圈,吓得他发出一声声杀猪叫。 胖猪刺腕乱叫,我可是沁国公家的公子,实相地赶紧放我下来。 哦,我面无表情一松手。 砰的一声巨响,楼板好像都跟着震了下。 大胖子脸上的血色褪得干干净净,已经是出气多净气少。 我一脸无辜地低头看他,你自己让我放下来的呀。 来,来人,屋子里很快就挤进来十几个健硕的男人。 我此时已经来不及欣赏他们的身材了,因为他们个个都带着刀。 手臂那么长的刀,比我砍大柴的刀磨得还亮。 呜呜,有点害怕。 好在这时,善大爷回来了,他一个纵身翻进屋,把我护在身后,不卑不亢地开口。 庆柿子,都是一场误会。 宋姑娘是我们柿子的客人,庆肥猪扶着腰站起来,眼神很辣,少废话。 带回去,今日也不拆了这小贱人的骨头喂狗,也就不幸庆。 那十几个壮男朝我们围过来,其中一个虎虎的大刀,还削断了我一丝头发。 眼看着,善大打不过,我腿肚子有点发软,这时,屋外响起了嘀嘀的咳嗽声。 这被我厌烦,一路朝我轻盟的咳嗽声,眼下听上去却那么悦耳。 眼睛挑到善紧那一身高洁无尘的双色衣衫,我顿实话的一声哭了出来。 庆胖子咽不下恶气,因侧侧地道,单柿子,你家的狗咬了人,我不追究你这个主人的责任。 可这条狗,我必须带走,我眼泪汪汪,是他先轻薄我的。 善紧,我是你的人,你不能让我被外面的阿猫阿狗欺负吧。 单紧勾了勾唇,竟是笑了。 冷峻妖野,让人心肝胆都要被他牵着走的笑。 他对着我招招手,过来,可那么多大刀拦着我呀。 不过他眼神那么笃定,我忍着害怕,颤巍巍地朝他走过去。 他嘴角笑容越发大了。 那些走狗,岂肯就这样放过我,凶神恶煞地举起了手里的四十米长刀。 我差点跪下去,就见单紧,慢条丝里地从一旁地女托盘里抓了几颗头子。 淡漠的眼神骤然锐利如剑,将手里的头子刷得一下甩了出去。 萨萨风声擦过我的耳朵,我的头发丝被戴得高高扬起,又缓缓地垂落。 走狗们脸色煞白,惨叫着齐声倒地,手里的大刀啪哒啪哒散得到处都是。 我狠狠地吞了下口水。 要命,他武功竟然这么厉害。 之前看来是对我手下留情了,我被救出了,可单紧脸色沉得可怕。 我扫眉搭眼,小媳妇般跟着单紧上了马车,帘子一放下。 他就开始剧烈地咳嗽。 他本来是个韩芋,做得美人,冷冰冰的,可咳嗽让他双颊飞红,眼睛湿漉漉,天天纯色又很苍白。 就像是被狠狠用手碾压,挤出枝叶的鲜嫩枝子花一样。 好容易这朵浇花才平复下来,他用帕子慢慢擦拭嘴角,冷眼瞧了下大脑袋低垂的我。 问,可知错,我重重点头。 嗯,他尾音上挑,那错哪儿了? 我乖乖巧巧地回,错在这么好玩的事,没带着你一起来。 咳咳咳,他又开始咳嗽,并且捏紧手里的帕子,手背上青筋抱起。 要生气了呢? 你是我见过武功最厉害的人,要是带着你,那死胖子肯定不敢来找事了。 我撞着胖子拉住他的衣袖,可怜巴巴地说,我今日吓坏了,多亏你及时赶到,单紧缓缓匀了呼吸,疲倦地合上眼睛。 淡淡道,以后除非与我一起,你不可再出猴府,那我岂不是只能在府内找壮男? 想到壮男,我扯了扯衣裳,低声嘟呐,怎么这么热,扇紧毛子猛地睁开,坐直身体伸手搭在我的脉搏上,神色一明。 你中了招,这也不是什么稀奇事,翘楚阁这样的地方,为了让客人尽兴,有时候会在茶水里做点手脚。 可怜我一个新客,不知规矩。 一路急迟回了侯府,我已经烫得跟点着的木炭一个样了。 过青山院门槛时,我脚步虚浮,不小心绊倒了。 眼前,一切都有些发虚,我眼急手快,扯住扇紧的裤腿,抬起雾蒙蒙的毛子看他。 二牛,我好难受啊,扇紧额上青筋直跳,猴姐滚了滚,朝我伸出手。 起来,回屋去,我回头看向身后,哑声道,那一会把扇大送我屋里成吗? 善大扑通一声跪下,鼻涕都快下出来了。 宋姑娘,给小的留条命吧。 我舔了下干色的唇,那二三四都成,不拘是哪个。 只要怀上孩子,我马上就离开侯府,结果他们三个也齐刷刷地跪下,连声告扰。 我好惨啊,我就这么差吗? 宋上门又不要他们负责,他们都不要。 单紧咬牙切齿,滚回你自己的屋子,我会给你送人过去的。 我音音叮嘱,要壮实一点的呀,身后四个壮男齐齐松了口气,并且个个跟安纯一样低着头,压根不敢与我对视。 我回屋后,被几个嬷嬷按进浴桶里,一顿洗洗刷刷,搓得我浑身通红,掉了两层皮。 我哀悠了两声,他们还嘲笑我不扛痛。 你们京都人的皮都是铁打的吗? 有本事你给担紧那一身白玉皮这么搓试试。 洗白白后,我脑子晕得更厉害。 手脚软得跟烤熟的红薯一样。 这城里的药还挺上头。 我翘首以盼,说好的壮男到底什么时候给我送过来。 就在此时,门之嘎一声响,一个朦胧的双色身影走了进来。 屋内灯光暗淡,只有月光流淌。 他身形轻盈,脚下不见灰尘,就像是踏跃而下的仙人,堪堪停在床边。 那玉雕雪宁的一张脸,那黑得像墨汁一样的头发,可不就是单紧? 他要亲自上。 我捏紧被子,说不清是兴奋还是紧张,这不太合适吧。 不过我孩子能继承这样的一张脸,那我做梦都得笑醒。 可以想到他的身体正是纠结间,他已经将中医吞下,只留一件薄薄的内衫。 月光之下,青纱缓缓飞舞,隐约可见他身形的轮廓。 我赶紧腾出一只手捂住眼,从指缝里盯着他,不准动。 你,你换一个来。 他勾了勾唇,那浅笑把我的脑子搅成了一滩江湖。 这是我的寝房,想要换,你就自己出去,过分哦。 嬷嬷就给我穿了一件薄的像没穿的寝衣,我怎么出去? 他摆明了是故意的。 送上门的便宜不占,那我不是乌龟王八蛋吗? 我心意横牙一咬,伸手拉住他用力一拽,凑到他耳边道, 是你自己送上门的,可不幸后悔的,他谋色忧深。 侯杰重重地滚了下,声音也是哑的。 宋明月,你到底还是不是个女人? 我嬉嬉一笑,俯上她的脸,你马上就知道了呀, 在这茫茫人间独自生活三年,我很孤独。 我不信任男人,可我想要个孩子,孩子是我生命的延续, 是我存在的证明,会是我此后余生的陪伴。 我凑到单紧紧间,笨拙又急切地凑上了她的唇。 冰凉,柔软,带着让人沉溺的淡淡清香。 我情不自禁地闭上了眼睛,正要更进一步, 就听到她嘀嘀地咳了一声,伸手在我身上用力戳了几下。 我僵住了,不能动了。 善锦,你快放开我,我直挖大叫,我是你的救命恩人,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我要烧火。 闭嘴,丹锦凉凉的声音从头顶传来, 我正要破口大骂,她又在我身上点了点。 要死,我说不出话了。 我死死往上翻白眼,可她偏偏在我身后,我瞪不着她。 好气啊,我正在心里用大菜刀给她切片片呢, 后背突然贴上来一片冰凉。 单锦滴滴咳嗽着,声音里染着疲倦。 静心,熬过今晚,药效就散了,她浑身都很凉, 寒意源源不断地传导给我,渐渐压下我内心的热度。 在她时不时的滴壳之中,我竟然跌入了沉沉的梦乡。 我做了个梦,在梦里,我跟扇锦一顿混战,难分伯仲。 然后我就怀孕了,三天后生出一窝崽子, 个个跟扇锦长得一模一样, 而且出生后的第一声不是哭,而是咳嗽。 我活活被吓醒了,伸手一摸,人没了, 床边倒是准备了一套衣服。 我费了好大功夫才穿上,出门就见小花蹲在一棵大桂花树下, 摇着尾巴再啃一根跟她差不多粗的骨头。 我蹲下来,对着她叹气, 昨晚我们都那样了,她都没有进一步,果然是不行。 汪汪汪,小花附和我。 我把大骨头还给她,一脸惆怅, 这么好看的一个男人,怎么就不行呢? 还没等我思考明白,一个嬷嬷来请我, 说丹锦他爹,郑北侯要见我。 丹锦,唇红齿白容貌俊俏, 郑北侯却长得恐无有力,身形壮硕。 是我要的猛男没错了,就是年纪大了点。 他目光威严而锐利,在我的脸上慢慢荡了一圈, 点点头,赞许道,有几分相似,这啥意思。 丹锦瞧了我一眼,那眼神有说不清的意味。 他道,贵妃娘娘召你入宫敬见, 嬷嬷要带我下去给我狠狠捣吃一番, 丹锦却制止了,就这样吧, 反见本真,去皇宫的路上我有点激动。 想我小小一个乡下女, 竟然能入皇宫, 嘖嘖,够我吹一辈子牛了。 丹锦神色慧暗,道, 此行恐怕是鸿门宴, 我喜不自胜,有宴会。 还管饭呢,磕磕磕, 丹锦被我呛到咳嗽。 我呵呵地笑, 我知道可能有危险, 不过怕也无济于事, 还不如往好的方面想吗? 我按住发抖的大腿, 大声说, 我一点也不害怕, 扇锦偏眸看我, 嘴角微微扬起。 他从衣袖中掏出一个木簪, 插入我发间, 放心, 不会有性命之忧, 我在宫外等你, 他不跟我一起去。 完了, 我抖得更厉害了。 路上, 嬷嬷给我做了简单的介绍, 当今皇后出身镇北侯府, 而线下最得宠的庆贵妃, 则出自庆国公府上。 双方不合久矣, 昨日我摔的那头肥猪, 就是庆贵妃的亲弟弟, 庆国公世子。 我这是去皇宫, 我是去龙潭虎穴呀。 进了庆贵妃宫里, 我迎面就看到庆肥猪油腻腻, 志在必得地笑。 我头皮发麻, 心里涌起不祥的预感。 果然, 美艳动人的庆贵妃, 伸出带着尖锐护甲的手指, 挑起我的下巴, 笑容灿烂, 语气温柔, 长得还过得去, 乡下也压头, 也能入庆国公府作妾, 也不知你几辈子修来的福气。 我脑子顿时一翁, 立马刷地站起来后退几步, 言辞拒绝, 我不要给她作妾, 别说作妾。 就是作妻, 我也不稀罕。 庆贵妃笑盈盈地连马上沉了下来, 她身后的嬷嬷怒斥, 好大的胆子, 你竟敢违逆贵妃, 这小命是不想要了吗? 来人, 拖下去打二十板子, 庆肥猪在一旁嬉嬉笑, 给她留条命, 我还要让她给我开支散叶呢, 要跟这样的人生孩子, 我宁愿这辈子都孤零零一个人。 宫里的太监手劲真大, 一板子下去, 比野猪拱了屁股还疼。 要是二十板子打完, 我怕是大半条命也交代在这里了。 扇锦这个大骗子, 还说我会没事, 还说会在宫外等我。 他是在等着给我收尸吧。 想到这, 我眼泪哗啦啦地往下掉。 第二板子即将落下, 门口传来了陛下驾到的声音。 会是救星吗? 嬷嬷和小太监们要把我拉起来, 我却死死地抱着板凳, 挖得扬声哭道, 我绝不给人作妾, 你们把我打死算了, 一院子的人呼啦啦跪倒, 庆贵妃娇滴地抱着陛下的胳膊, 道, 这丫头昨日伤了庆园, 她不予计较, 还要娶回去做妾事, 岂料这丫头还如此不识抬举, 我抱着板凳不撒手, 就见一片明黄色的人影在我面前蹲了下来。 她的目光在我脸上寸寸流连, 最后落在我头上那枝木簪上, 沉声问, 你是哪里人? 文献。 你父亲姓宋, 我自小没父亲, 宋是母姓, 我补了一句, 不给人当妾, 也是我母亲从小的教诲, 陛下似乎想起什么久远的往事, 神情很复杂。 过了好一会, 她站起来, 是个众孝道的好孩子, 她声调威严, 母训不可为, 这时就算了吧, 跟陛下一起过来的公公把我扶起来, 对我和善帝笑了笑。 庆贵妃都惊呆了, 万万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她张着烟红的唇, 还要说什么? 而就在这时, 陛下头顶树枝上悬着的一个造型好看, 却瞧着死沉的灯笼, 突然坠落下来。 这变故始料未及, 侍卫们隔得远, 我脑子一热, 不顾屁股腾冲了上去, 硬生生跳起来, 用手把灯笼拍飞。 真巧, 灯笼狠狠一下砸在了死肥猪的胸口, 把她砸了个狗啃泥, 躺在地上直翻白眼。 就, 怪爽的。 陛下的笑容越发亲和, 力气也这么大。 你救了朕一命, 想要什么赏赐, 什么都可以吗? 陛下点了点头。 我趴下磕头, 那请陛下赏我一个结实可靠的男人, 陛下笑场了。 从庆贵妃宫里出来下雨了, 小贵子公公给了我一把超大的雨伞, 说不用还。 我屁股痛, 可心里美滋滋的, 一边哼着歌, 一边撑着伞, 出了宫门, 就见扇紧一身双色衣服。 静静站在马车边, 细雨朦朦, 她的头发上如了一层淡淡的水汽, 就连密密的睫毛上都像是坠着一层露水。 她的唇角微微扬起, 目光穿过宫门的众多侍卫, 落在我身上。 明明是清冷的, 却像是一把火星子撒在我的心口。 心跳得很快, 让我有点慌乱。 为了演出这种莫名的感觉, 我一拳一拐地过去, 怒道, 你个骗子, 还说我没事, 我屁股开花了, 还差点就给那头肥猪作妾了, 说着, 我抬脚就朝着她的小腿踹了过去。 我忘了丹锦有功夫在身, 她轻巧一个侧身, 地道一边。 我的力气没法泄, 整个人往前栽。 眼看着就要摔个狗啃泥, 我下意识地伸手一拽, 恰好拽住了丹锦的衣袖, 不过还是重心不稳, 扑通一声, 跪在地上。 丢人啊! 扑, 我好像听到她轻轻地笑了下, 可一抬眼迎上的, 却是她淡淡凉凉的神情。 你这是做什么? 我豁出去了, 索性把手伸出来, 给你拜个早年, 是不是该给我压碎红包? 她微微一正, 黑黑的眼珠里浮出浅浅的笑, 从腰间解下来, 一个玉佩递给我, 并且摸了摸我的头。 乖, 拿去吧, 善大吉吉道。 柿子, 那可是, 丹锦斜腻了她一眼, 她立马扫眉搭眼地闭上了嘴。 我兴奋地双眼放光, 捧着那玉佩左桥右桥, 吞了下口水, 这个, 值很多钱吧, 卖了说不定能去翘楚阁, 找几个壮汉生孩子, 善锦像是猜透了我的心思, 可以把玩, 不能卖, 只能看看, 那有什么用? 我嘟嘟囔囔地上了马车, 还没坐下就被丹锦一把拽到怀里, 她还上手去掀我裙子。 我脸色飞红, 赶紧挣扎, 你别乱来, 我不是一块换不了钱的玉佩能买的, 拿点真金白银行不行。 她动作一僵, 痴笑一声, 想多了, 我只是看看你的伤, 有点尴尬。 她没脱我裤子, 只是隔着衣料用手轻轻按压。 痛不痛, 撕, 你自己试试不就知道了, 我没好气地回。 这样呢, 这样好一点, 你轻点轻点, 我盼着快点回去, 马车这时候却降速了, 而且, 善大还在外面用超大的嗓门跟马车夫聊天, 聊得全是废话。 搞什么鬼吗? 下马车的时候, 善大看了几眼我蹭得有点乱的头发, 奇奇怪怪地笑了笑。 这笑, 怎么那么像村里的媒婆呢? 我饿得很, 快步进府, 脚刚跨过门槛, 就听得一声娇软的呼唤。 表哥, 寻声看去, 是一个穿着樱草色衣裙的少女, 她五官精致肤色白皙身形鲜瘦, 撑着一把杏色的油脂伞, 就像是画里走出来的人物。 她一双杏仁眼直勾勾地看着善锦, 抬脚跨过门槛的时候, 不小心绊了一下, 整个人往前扑过去。 与我衰跪的狼狈不同, 善锦这一次稳稳地伸手接住了她, 并且柔声问, 你何时回的? 身体不好就多休息, 不要乱跑。 她们并肩站着, 共撑一把雨伞, 看上去可真是登队。 单紧没空管我, 我埋头回了院子, 呼啦啦吃着鸡汤面。 都已经吃完了, 磨磨匆匆而来, 说厨子忘记在面里加盐。 是吗? 可能是太饿了吧, 我没吃出来。 吃饱后, 我坐在回廊下消食, 回想起之前善大送我回院子的路上, 说今日陛下之所以出现那么急时, 是善锦去请了皇后娘娘帮忙。 还有, 善锦的表妹沈英自小父母双亡, 既养在侯府, 与善锦一起长大, 因为身体不好, 一年有大半的时间是住在庙里的。 两个病秧子搅在一起, 不怕以后生出一窝病秧子吗? 我正这么想着, 娇柔的咳嗽声响起, 沈英来了。 她笑得大方亲切, 拉着我的手, 妹妹, 真的要多谢你, 要不是你, 这次陷入困境的就是我。 她管这叫陷入困境。 虽然我挨了一板子, 可我穿着绫罗绸缎, 睡着后褥子软床, 吃着山珍海味。 如果这是困境, 我愿意被困一辈子。 沈英不知我内心想法, 笑得真诚。 你听不懂也没关系, 总之你收下我的感激吧, 说着她招招手, 身后的婢女端上来一个托盘。 好家伙, 里面全是珠宝首饰, 还有两个金钉子。 妈爷, 这能换多少个壮男啊? 沈英满意地看着我垂涎三尺, 婢女很有眼力见地 要将东西放下。 我忍痛一把, 拖住她的手, 摇摇头, 是丹锦把我带回来的, 要送东西也是她送, 沈姑娘把东西拿回去吧, 沈英眉头一皱。 我从衣袖中掏出那个玉佩, 其实, 她今天已经送过了, 沈英的目光落在玉佩上, 面色大变, 最后神色郁郁地离开。 走到回廊尽头时, 她突然转身过来, 朦朦的雨帘里, 她那双眼睛显得格外阴沉。 很好, 你难受, 我就舒坦了。 跟谁面前装大度呢? 就你今天那眼神, 我都能看出 你想跟扇锦生孩子, 可没必要 把我当成假想敌, 扇锦对你, 可比对我好多了。 我热后, 那一板子下去 眉伤着筋骨, 图点画鱼膏养了两天, 就差不多了。 这时, 陛下下了圣旨, 因为我救驾有功, 封我为明月县主, 特许十亿三百户, 每年还能领奉路。 而且, 我还能参加两日后的东列。 来宣旨的小贵子公公神 神秘秘地凑过来道, 陛下的意思, 东列会有许多 世家子弟去, 县主可以自己瞧瞧。 有没有合演员的, 这不是陛下, 这是我亲爹吧。 狩猎本也不是重点, 重点是解决京都的男女婚配问题, 实现一定程度的自主选择。 扇锦身体不好, 听扇大说往年这样的活动, 他是不参加的。 挺好, 他在府内跟表妹你浓我浓, 我去外面给自己物色。 结果, 我一大早撩帘子上马车一瞧, 扇锦正悠闲自得地喝茶呢。 我撇撇嘴, 他放下茶杯, 逆了我一眼, 你连功都不会拉, 陛下让你去做什么。 我美滋滋地回, 陛下说, 我可以在参与者中选一个心仪的壮男。 嘿嘿嘿, 扇锦微微挑眉, 倒了一杯茶推给我。 喝吧, 水温正合适, 我正好也渴了, 毫无防备, 端起来, 一大口灌下去。 扑, 烫得我一口全喷了出来。 我狠狠瞪他, 你是不是故意的, 他端起面前的那杯茶喝了一口, 神色淡定, 我觉得水温正好, 那能一样吗? 你这杯茶被你端在手里半天, 早就凉了。 西郊围场很大, 光是给贵人们搭帐篷的地方, 就比我们村全部的稻田加起来还要广。 一到地方, 我就迫不及待地跳下马车。 热热闹闹, 人声鼎沸。 公子哥们尚且说得过去, 那些个小姐打扮得跟花蝴蝶一样, 确定是来打猎的。 就这架势。 有猎物估计也被吓跑了。 我扫了一圈, 就见一个身形健壮挺拔, 小麦肤色, 五官深邃的男子正双手撑着一大根立木, 语气轻蔑, 你们两个大男人, 一面棋都立不起来, 丢不丢人, 说着, 他试图举起那根立木插入早就跑好的洞里。 结果脚下一个量抢, 努力了几次, 整个人差点被干趴下, 身后的一群随从想笑又不敢, 个个憋得脸通红, 也没人上前帮忙, 热心是我的美德。 我走过去将那根立木抢过来, 巴搭一下插进洞里, 冲木凳口呆的男人道, 愣着干嘛, 填土呀, 男人眼睛亮了, 就像看到肉骨头的狗。 忙活完, 侯府的帐篷已经搭好了。 我撩帘子进去, 善大阴阳怪气地说, 哟, 回来了, 还以为你要留在宋小将军那呢, 单紧披着胡球在烤火。 他眼神都没落在我身上, 只诞生到, 宋征是出了名的花花公子, 你少接触, 花花公子啊, 那有什么关系, 我要的只是他的肉体。 不过他连一根立木都举不起, 是不是有点虚? 扇紧体弱, 外面寒风阵阵, 他躲在帐篷里烤火, 可我好不容易来一趟, 自然要出去玩玩。 结果刚走了一小段, 宋征追了上来。 寒风阵阵, 满眼血迹, 他穿着一件火红色斗篷, 让人瞧一眼, 就觉得心情好。 他将一把米黄色的花束递给我, 笑得跟太阳似的, 原来你就是心晋的明月县主。 刚才多谢你, 这是我亲手采的, 作为谢礼如何? 说着, 他还洋洋自得地摸了下头发。 我把花接过来, 轻笑一声, 这草不错, 在我们乡下都是用来喂猪的, 就是分量有点少, 宋征的表情要崩塌了, 随从更是没忍住, 笑出了声。 宋征气急败坏, 笑什么, 没听县主说太少, 你们还不赶紧继续踩, 务必把县主的猪喂饱。 他好像在暗戳戳骂我, 不过我也懒得计较, 继续往林子里走。 宋征癖癖地跟着我, 走了一段, 我们发现了一窝兔子, 这下他可算是逮着机会, 我们费心费力, 他更是大肆表演了一番, 将那一窝五只白茸茸的兔子 抓了出来。 他用草绳将兔子腿绑住, 连成一串拎着, 在我眼前甩了甩, 把脸凑过来, 一双桃花眼盯着我, 是不是特别可爱, 给你拿回去养着, 当我们的定情信物如何, 是不是特别清新脱俗, 有创意, 我伸手捏了捏兔子的肚子, 满意地点点头, 是不错, 每一只都挺肥, 咱们带回去烤着吃, 宋征彻底猛逼, 他将手里的兔子一甩, 县竹你很有意思, 你不按套路出牌呀, 可他低估了自己的手劲, 这一甩之下, 草绳崩了, 兔子飞了, 四处乱窜, 我惊叫一声, 哎, 我的兔子, 我死死盯着最肥的那一只, 可我哪有它跑得快, 眼看着就要追不上, 这时, 身后响起了得得的马蹄声, 我整个人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一把拽上了马背, 紧紧贴在单紧的胸口, 马儿跑得飞快, 耳边风声烈烈, 夹着颂征气急败坏的嚎叫, 我正要听他在嚎啥, 单紧已经塞了个东西在我手里, 兔子就在前面, 用着弓弩自己射吧, 可我不会, 他勒住马, 伸手还住我, 将我的右臂举高, 附在我耳侧, 语气坚定, 很简单, 先瞄准, 再按下去, 我们贴得很近, 近到我感觉到他心跳的震动, 我闻到他身上的药味, 我听到他喉结滚动的闷响, 我脑瓜子有点嗡嗡, 眼看兔子半个身子已经入洞, 不敢再分心, 短剑嗖的一声鸡舍而出, 命中了兔子屁股, 真的中了, 我连滚带爬下了马, 拎起那只血淋淋的兔子, 对着马上的丹颈挖挖叫, 我射中了, 我第一次就中了, 扇颈握着马江, 滴滴咳嗽了两声, 黑毛里像是汇聚了星星, 对, 你真棒, 宋征抓着两只兔子追了过来, 道, 我这两只也给你, 我看到前面还有兔子动, 咱们继续, 我正在兴头上, 好呀, 你负责掏窝。 我负责射, 这时, 一阵寒风吹过, 胆紧剧烈地咳嗽起来, 它苍白的脸上泛起潮红, 脖梗上的青筋清晰可见, 挺直的脊梁也弯下来, 像是一只瘦弱的大侠。 我赶紧上前, 埋怨道, 知道自己是个病秧子, 这大冷的天还往外跑, 我伸手去牵江绳, 走吧, 先回吧, 宋征上前握住我的手腕, 你不玩了, 除了兔子, 山里还有野鸡, 我们可以逮一只回头给你做羽毛扇, 我饿了, 回去先吃饭再说, 宋征挑了下眉, 行吧, 那我跟你一起回, 你跟我说说你以前在乡下的去世呗, 难得有公子哥对这些感兴趣, 我正要好好聊聊呢, 担紧弯腰, 伸手一捞, 又把我捞到了马上, 磕磕磕, 她好不容易平复了咳嗽, 喘息着开口, 坐前面, 帮我挡风, 这干的是人事吗? 虽然我力大无穷, 可我依然是个女孩子啊, 可丹锦不容我反驳, 已经策马奔腾, 紧要关头, 我赶紧伸手把宋征怀里的两只兔子拽了过来, 马蹄带起的泥甩在宋征的脸上, 她好像气急败坏骂人了, 可惜风太大, 听不清她骂了啥, 单紧把壶球打开将我包进去, 还把她的帽子扣在我头上, 所以其实我也不冷, 只是到了营地, 她咳嗽得更厉害了, 善大服侍她吃药丸躺下休息, 我也没心思继续掏兔子窝, 出了帐篷找人处理了兔子, 腌制一番, 后架在火上烤, 烤了大半个时辰, 香气已经四处弥漫, 我狠狠吞了下口水, 这时, 扇紧出来了, 她脸色依然不太好, 我指着滋滋冒油的兔子, 你饿不饿, 马上就好了, 我一直在给他们翻身, 一定特别香, 她诞生回, 太子殿下召我一起用晚膳, 你自己多吃点, 哦, 我失望地应了一声, 她跟着小太监往前, 在积雪上留下了一串孤独的脚印, 走出约莫两丈远, 她突然停下脚步回头凝视我, 嘴角微微上扬, 你若是吃不完, 可以给我留一点, 我丧气的眼睛瞬间亮起, 撇撇嘴, 那你可要早点回, 不然我都吃光了, 担紧前脚刚走, 宋征后脚就闻着未来了, 她吸着鼻子舔着嘴, 县主, 看不出你还有这手艺, 我得意洋洋, 你看不出的事情多着呢, 她黑黑一笑, 将一个盒子递给我, 我打开一看, 好家伙, 里面有十几个造型各异的猪花, 宋征笑得灿烂, 都给你, 这些总不至于给猪吃了吧, 我狠狠地吞了下口水, 把盒子推了回去, 蜈蜈不受禄, 我现在记住侯府, 也不能给扇锦丢人啊, 被我拒绝, 宋征也不生气, 反而笑得越发开心, 凑过来低声道, 我听说你想找个结实的男人生孩子, 你看我怎么样, 说着她拍了拍自己胸脯, 我掰断兔子头大力塞进她嘴里, 不怎么样, 论身形没得挑, 可她才在这座仪会, 就有五个女子对她非昧眼了, 万一这色胚鼠性遗传咋办, 她被烫得嗷嗷叫, 把兔子头吐出来, 伸手去扯兔腿, 我好歹是宋小将军, 你就给我吃这个, 结果手刚碰到, 就被我一伙钱拍在手背上, 起开, 这是给丹锦留的, 你要是不吃头, 你就回你自己那边去, 宋征委屈得撇撇嘴, 京都敢用这个招待我的, 你还是第一个, 她小声嘟浓, 就仗着我喜欢你, 兔子烤得特香, 我吃得满嘴流油, 幸福得快升天, 身旁的宋征停下了啃兔头的动作, 亮晶晶的眼睛瞧着我, 这么好吃吗? 我作着手指, 我这是头一回吃, 以前在乡下, 带住了兔子, 也不舍得自己吃, 要卖钱, 换油盐粗布, 像胡椒回香粉这样的调料, 我以前见都没见过, 篝火劈趴作响, 我对她坦然一笑, 当县主, 还怪美的, 火光映在宋征的眼里, 她喉结重重一滚, 眼疾手快撕了一个, 兔子腿在我嘴里, 喜欢就多吃点, 只要你想吃, 这辈子你的兔子都归我包了, 担紧去了很久, 兔子腿凉了又热, 热了又凉, 最后等她回来的时候, 已经变得干巴巴硬邦邦, 她喝了酒, 身上酒香盖过了薄荷味, 她瞧了一眼干瘪的兔子腿, 微微醋眉, 我心里一说, 将碟子塞到宋征怀里, 你不是嚷嚷着要吗, 给你吃个够, 宋征瞪大眼睛, 成这样你再给我, 我回瞪她, 不吃你还给我, 宋征狠狠地把每个兔子腿都咬一口, 嘟弄不清, 那可不行, 给了我的别想要回去, 我对丹紧扯了扯嘴角, 下回抓到兔子再给你烤吧, 你跟太子殿下吃饭, 想必也吃了很多山珍海味, 夜风翻卷起她双色的披风, 她嘀嘀地咳嗽几声, 凉层层的目光看了宋征一眼, 伸手牵住我的手腕, 夜深了, 外面凉, 进去吧, 宋征眼几手快, 拽住我另外的一只手, 明月, 我带了烟花, 咱们一起放烟花去吧, 空气在这一瞬仿佛凝固了, 两个男人, 一个淡然一个热烈地看着我, 我有了一种错觉, 好像自己挺抢手似的, 说实话, 烟花这玩意我还只听过, 没有真正看过呢, 我脚步下意识往宋征的方向挪了挪, 就在此时, 丹颈剧烈地咳嗽起来, 一声一声, 似是要把五脏六腑都咳出来, 我赶紧甩开宋征的手, 上前扶住扇颈, 怎么咳得这么厉害, 今日的要吃了吗? 是不是在席上饮酒了, 扇颈微微弯着身体, 任由我扶着他入帐篷, 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 帘子落下的那一瞬, 我仿佛看到他对宋征扬了一个挑衅的笑, 进了帐篷, 他喝了两杯热茶, 才缓缓平息下来, 此时, 善大也拎着个石盒进来了, 一打开, 香气扑鼻, 太子殿下的侍卫列了一头熊, 做了熊掌, 担紧将茶杯放下, 我想你没吃过, 所以就带回来了, 善大在一旁道, 每人就这么一份, 柿子自己都没舍得吃, 担紧逆了他一眼, 多嘴, 我盯着那一碗热气腾腾的熊掌, 眼眶慢慢红了, 乡下偶尔也有言习, 我娘每次都会将鸡腿或是红烧肉, 这些好菜, 带回来给我, 这些荤菜每人都是毒粪, 不会有多的, 他说他不爱吃, 不过是不舍得吃, 我其实已经很撑, 可还是含泪将那一碗熊掌吃光了, 吃完后, 我就发现丹锦不太对劲, 他面色陀红, 双目迷离, 眼神飘忽, 单大手脚麻利的收拾碗筷, 柿子不能饮酒, 今日却饮了几杯, 怕是醉了, 宋姑娘, 柿子就交给你了, 说着, 她提着石盒麻溜的滚了, 还让其他人都离帐篷远一点, 不要打扰我们, 这有啥好打扰的, 他们就是不想伺候醉酒的人吧, 正心里吐槽呢, 扇锦伸手一拽, 我掉进她怀里, 她身上的酒香缠绕着我, 热气喷勃在我耳边, 你喜欢宋征那样的, 我实话实说, 她身材还可以, 但剩下的话还没出口, 扇锦就封住了我的唇, 不许喜欢她, 她一个弯腰将我抱起来, 目光烫得像火, 我的身材也不错的, 救命, 她喝醉了, 跟平时判若两人啊, 我看着头顶这张国色天香的脸, 狠狠地吞了下口水, 豁出去了, 她喝醉了, 明日起来应该不记得发生了什么吧, 我现在是县主, 有的是钱, 哪怕生个病痒痒的孩子, 也有钱养着, 不怕, 美色当前, 谁不上谁有病, 红烛胀暖, 一夜春宵, 短短的一个晚上, 我明白了很多人生哲理, 首先, 人不可貌相, 病秧子的体力也可以很好, 其次, 难怪村里那些婆娘们会一个接一个地生孩子, 主要刨去一开始, 这过程还挺快乐, 一个时辰后, 我扶着腰爬起来, 将凌乱的床铺整理好, 顶着黑眼圈悄悄溜出帐篷, 趁着扇紧喝醉, 我玷污了她, 这要是被她知道, 会不会剁了我的小手手, 毕竟我之前亲眼见过, 她将一个夜里爬床的婢女砍去双手, 色字头上一把刀啊, 我缩头缩脑地走出侯府圈的范围, 迎面就撞到一堵人墙上, 居然是宋征, 她身上积了厚厚一层血, 眼珠子通红地盯着我, 哑声道, 你刚才, 跟扇紧睡在一起, 我心一慌, 跳起来捂住她的唇, 闭嘴, 你不要胡说八道, 要死, 这要是被扇紧听见, 我岂不是要死翘翘, 她搭了着脑袋, 像是被遗弃的狗, 我在这里站了两个时辰, 等你从她营帐里出来, 我好冷, 你陪我坐着烤一会伙吧, 夜半时分, 除了巡逻的侍卫别无他人, 所有人都在酣睡, 我不敢再进去扇紧的帐篷, 又不能大半夜将其他人闹起来, 索性就跟宋征坐在火边, 篝火将熄, 宋征一边往里面添柴, 一边苦笑一声, 刚才我若是不顾侯府侍卫的阻拦冲进去, 你会不会, 不会, 我打断他的话, 对不起啊, 宋小将军, 其实我不准备嫁人, 我只想找个人生个孩子, 从小到大, 我生病的时候, 我跟娘被欺负的时候, 我们饿肚子的时候, 爹都是缺席的, 我偏过头看了宋征一眼, 我娘说, 爹曾经也信誓旦旦, 说一辈子只爱他一个, 可最后呢, 宋征神色复杂, 那你跟担紧, 我咬咬牙, 他喝醉了, 应该不记得发生了什么, 请你也不要多嘴, 在我灼灼的目光里, 宋征让步, 好吧, 我听你的, 我很累, 不只是身体, 心也很累, 暖暖的火光轰着我, 我头晕乎乎的, 渐渐跌入了梦乡, 我又做梦了, 梦见善谨得知了我们之间的荒唐, 勉强娶了我, 可是他看, 我的眼神充满了厌恶, 而且半年后, 就把沈英莹进门, 宋明月, 这都是你自找的, 梦里她对我横眉冷对, 我一个机灵被吓醒, 一睁眼就对上一双冰冷的眸, 朝阳已经跃出了地平线, 可她俊脸依旧冷得像冰块, 我被她盯得心虚, 下意识往后一仰, 落入宋征的怀里, 她扶着我的肩膀, 看向善谨的目光充满了挑衅, 单柿子, 你吓到明月了, 我的小心肝的确碰碰碰跳得厉害, 重重吞了下口水, 肝巴巴地道, 你, 你醒了, 昨夜, 你, 单紧耳根, 泛着微红, 神色迟疑地开口, 宋征打断她的话, 昨夜明月陪我烤伙聊天, 我们聊得太过投机, 一不小心就到天亮了, 扇紧的眉头促紧, 垂落在身侧的手指全取起来, 一顺不顺地看我, 声音暗沉, 真是如此, 我还没回答, 就见晨光中, 一身淡粉的沈樱快步走来, 她粉面寒春, 语气娇称, 表哥, 你怎么起来了, 也不叫我一声, 说着, 她轻轻活动了下自己的脖子, 我清晰地看到, 她脖子上那一颗深紫色的印记, 我脑子嗡得狠狠荡了一下, 那个印记我再清楚不过, 因为我现在胸口, 手臂, 被遮掩住的脖子上, 也有许多, 单紧避开沈樱, 大力钳住我的手臂, 黑毛里燃着怒火, 你昨晚, 真的跟宋真烤了一夜的火, 沈樱嘟囊着, 我后半夜进你帐篷的时候, 的确是见他们两个坐在火边的呀, 后半夜, 进帐篷, 我都忍不住笑了, 病秧子体力还真是好, 居然无缝衔接, 我深吸一口气, 堆起一脸的笑迎上她的眼睛, 是, 不可以吗? 扇紧退后了一步, 然后剧烈地咳嗽起来, 整个上身弓着, 像是肚子被人狠狠揍了一拳一样, 沈樱关切地上前, 又是拍背又是俯胸口, 扇紧脸色惨白, 失魂落魄, 任由她上下起手, 我睡了整整一天, 醒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营帐内烛火暗淡, 沈樱坐在床边, 修长的手正在包橘子, 见我醒来, 她将包好的橘子递给我, 嬷嬷说你睡了一整天, 表哥让我来看看, 说来咱们也是有缘, 其实我以前不叫沈樱, 叫婉月, 小时候, 表哥都叫我月儿, 沈樱笑容灿烂, 明月婉月, 听着很像一对姐妹, 我狠狠地抖了下, 昨夜情动之时, 扇锦的确叫过几声月儿, 我坐起来, 推开沈樱直着地给我的橘子, 不用在我面前演戏, 放心, 我不会跟你抢, 沈樱的笑容收了, 目光寸寸在我脸上打亮, 然后深深笑了笑, 你也抢不走, 不过我是个大度的人, 如果你真的要表哥负责, 我可以让他娶你, 当个贵妾, 我冷笑一声, 赶紧滚, 不然我就要跟你争争看, 谁是妻谁是妾, 沈樱走了, 我绷紧地身体慢慢放松, 细密地痛在五脏六腑里乱窜, 我狠狠地扇了自己一巴掌, 咋的, 接个种而已, 你还当真了? 从小经历的种种, 难道还不足以让你对男人死心? 可我到底还是希望 善锦是跟其他人不一样的, 所以我偷偷问了嬷嬷和婢女, 得知沈樱一开始的确叫婉月, 后来说是名字没取好, 所以体弱, 才请大师批的英字, 而根据善大告诉我的时间, 的确是我前脚刚走, 他后脚就进去了, 多可笑, 我宋明月活了十八年, 竟给旁人当了替身, 东烈结束后, 一个消息在侯府渐渐传开, 善锦要跟沈樱成婚了, 侯府对奴才们约束得言, 这个消息却没被打压, 这本身就说明它具有一定的真实度, 不知不觉一个月过去, 天气越发寒冷, 年的脚步越来越近, 府内府外, 除了白雪, 就是喜庆的红色, 这一日我带着摩摩出门, 刚走出侯府的小门, 迎面就撞上了丹井, 又是个雪天, 它的湖球上还续着未来的极消散的雪花, 我对它点点头算是招呼, 然后朝着马车边笑容灿烂对我挥手不止的颂征走去, 只是踩走两步, 手腕就被丹井一把握住, 它滴滴咳嗽着, 语气压抑, 我说过, 它并非良人, 我抬眼看它, 目光逼迫, 它不是, 那你是吗? 你都要跟沈小姐成婚了, 也没资格来管我吧, 丹井的眼里暗流涌动, 这一刻, 我仿佛读到了无尽的痛苦和挣扎, 咳咳咳, 它剧烈地咳嗽, 白玉一样的脸, 仗成了猪肝色, 我等着它一句解释, 一句否定, 可它只是长久的沉默, 我深吸一口气, 一根一根掰开它的手指, 对它规规矩矩行了个礼, 单柿子, 那我先去了, 我一下台阶宋征就迎上来, 从怀里拿出个暖炉塞给我, 快拿着, 京都比你们文献要冷得多, 别凉着了, 宋征知道我爱吃, 带我去了京都口味最好的千味阁, 还点了一道熊掌做大菜, 我本来就没什么兴致, 看到熊掌, 不由就想起那一夜, 心里堵得慌, 胃里也翻江倒海, 我挖的一声吐了出来, 宋征吓得不轻, 不顾我的反对, 抱起我就往隔壁的回春堂跑, 胡子花白的老大夫左右手交替, 反复把麦了数次, 我一向身体好, 一点也不担心, 反而宋征急出了一头汗, 连声问, 如何, 老大夫摸了摸胡子, 恭喜公子, 恭喜夫人, 夫人这是有身孕了, 怀孕了, 一次就怀了, 我心情复杂, 宋征更像是被雷劈了一样, 回到侯府时, 天色已经擦黑, 侯府门口的红灯笼摇曳, 在扇紧的脸上, 投下明明灭灭的光影, 见我下车, 他朝我浅浅一笑, 就像是春日破开寒冰的第一缕阳光, 这笑让我慌乱的心找到了方向, 告诉他吧, 心里有一个声音呐喊着, 他是孩子父亲, 他有权知道这一切, 他已经从台阶上走了下来, 伸手过来牵我, 眸光复杂语气急迫, 明月, 有件事我必须要告诉你, 其实一开始我带你来京都, 他话还没说完, 一个婢女从府内匆匆出来, 一边跑一边大声道, 柿子, 柿子快去看看我家姑娘吧, 府衣刚才诊治, 姑娘她有了身孕, 丹锦整个人都呆了, 过了好几个呼吸, 她慢慢转身, 语气哑得厉害, 你说什么, 婢女嗓门齐大, 我家姑娘有身孕了, 恭喜狮子, 丹锦脸上不多的血色 退得干干净净净, 她目光紧紧盯着我, 嘴唇反复颤抖, 最后挖得吐出一大口鲜血, 门口顿时乱作一团, 我慌得不行, 想上前帮忙, 却被单大一把推开, 她看我的眼神带着敌意, 县主若是为了柿子好, 就离她远些吧, 扇锦今年已经二十有医, 侯爷和夫人 一直在为她的婚事操心, 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 此番得知沈樱怀孕, 侯爷和夫人脸上 也不见喜色, 侯夫人更是沉沉地叹口气, 命中注定, 爱,扇锦是急怒攻心加之体虚, 才会吐血, 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只是也需好好静养, 心上人怀了她的孩子, 她应该感到高兴, 怒什么, 我躺在床上, 看着头顶蚊帐上繁复的花纹, 轻轻地笑了, 我侧过身, 看着趴在床边的小花, 道, 小花, 我怀孕了, 你很快要有小主人了, 我特别开心, 你开心吗? 滴答, 一滴眼泪 砸在小花头上, 她醒了, 很不耐烦, 对着我翻白眼, 我一巴掌呼在她头上, 狗东西, 你瞧不起谁呢? 我这是喜极而泣, 等我把娃娃生下来, 让她跟你抢骨头吃, 小花嗷呜了一声, 凑过来用狗头蹭了蹭我的手心, 一直以来追逐的梦想实现了, 我要有个自己的孩子了, 我特别开心, 真的? 当晚我睡得不好, 第二日陛下派小贵子公公来找我了, 他此行主要有两件事, 一是陛下赏赐的宅子已经修建好, 可以挑个合适的日子搬过去, 免得记住侯府, 多有不便。 二是上回东烈, 我没有找到何演员的, 陛下一直关心着这事, 五日后会变照京都俊杰任我挑选, 务必让我找到满意的壮男, 当初我的确很需要, 可眼下情况不一样, 我已经有身孕了, 不需要壮男了呀, 可这是不能说, 说了追究起孩子父亲是谁, 岂不是麻烦? 我将小花的狗头揉了几百遍, 决定花钱雇个人混在这些所谓的才菌里面, 到时候让他喜当爹, 嗯,完美的计划, 说我是京都智商最高的县主大家, 没有意见吧? 小花大大, 汪了一声, 是, 毕竟京都就你一个县主, 我一巴掌拍在他脑袋上, 闭嘴, 我让你发言了吗? 我跟侯爷和夫人拜别, 光速搬出侯府, 沈英的胎相据说不太稳妥, 侯爷和夫人愁眉苦脸的, 也没多说什么, 侯爷夫人多叮嘱了一句, 说京都不比文献, 让我今后谨言慎行, 侯府以后也算是我的半个娘家, 还把服侍我那个嬷嬷的卖身器给了我, 奴才们把我的行李搬上马车, 我最后回望了一眼侯府的大门, 嬷嬷低声问, 县主不去跟世子告别吗? 我咧嘴笑了笑, 不必了, 我在心里已经认真告别过了, 再见了, 善锦, 再见了, 孩儿他爹, 搬家的第三日, 就到了陛下定的为我选男人的日子, 好家伙, 这些男子应该都是从军中选的, 个个身强体壮, 鹦鹉不凡, 这要搁以前, 我口水恐怕得流一大碗, 现在嘛, 壮男们个个目光灼灼, 看我的眼神就像是看一块大肥肉, 小贵子公共在一旁殷勤开口, 县主, 这些个候选人可是陛下亲自挑的, 县主准备怎么选, 意思是我别公父, 陛下一番美意呗, 我将衣服袖子撸起来, 掰手腕吧, 谁赢了我, 我就嫁给谁, 主要这样方便我作弊, 人群一阵骚动, 壮男们看我的眼神像在关怀滞长, 男人, 你们还是太年轻, 当我不费吹灰之力一连掰迎了二十个男人时, 众人的脸色都变了, 下一个, 下一个, 我活动了一下手腕, 抬眼看向对面, 正了下, 竟是颂征, 他瘦了许多, 眼窝深陷, 眼球上全是血丝, 我压低声音, 你来凑什么热闹, 他嗓子是哑的, 我不是凑热闹, 实在是家里逼得紧, 我又不想娶个夫人回去约束我, 咱们就见个蒙约, 解决彼此的困境吧, 他看我的目光, 又热又痛, 明月, 让我赢吧, 你看看我身后, 我抬眼一看, 就见一身白色胡球, 用帕子捂着嘴唇正在咳嗽的扇紧, 目光越过无数的人头, 正直勾勾地看着我, 看得我的心狠狠地打了个滚, 他来做什么? 宋征压低声音, 如果你不让我赢, 你有把握可以掰得过他吗? 还是你愿意去他身边, 与沈英共事一夫, 我垂下眼睛, 躲开单紧那蜘蛛网一样的眼神, 慢慢将手放在桌上, 对着宋征挤出一个笑, 来吧, 宋征深吸一口气, 握住我的手, 他是驰骋沙场的少将军, 力气比之前的男子要大很多, 我的手纠结摇摆, 目光一抬, 看到沈英身边的婢女出现, 焦急地跟扇紧说着话, 我轻轻笑了笑, 松了力道, 啪哒, 我的手被宋征按倒在桌面, 他赢了, 他不敢置信地看着这一幕, 愣了好几秒, 突然绕过来一把抱住我, 喜不自胜, 明月, 你是我的了, 你是我的了, 我木然地被他抱着, 隔着人群触到了丹紧的眼神, 瑞丽, 痛苦, 像是有无数的话要说, 我伸手抚在肚子上, 收回了目光, 尘埃落定, 大家都走了, 府内恢复了安静, 我抬脚要入后院, 手腕却被扇紧紧紧握住, 他目光烫得像一把火, 宋明月, 你真的就这么草率决定自己的终身大事, 宋征他, 我心肝胆都在颤, 垂在袖子里的手捏成拳, 笑着打断他, 我不跟宋征在一起, 难道要给你做妾, 担紧脸色煞时一白, 我自不可能让你做妾, 你给我一点时间, 这件事我一定, 那便做妻, 沈姑娘做妾, 我沈笑一声打断他, 我是个香叶女子, 可我娘子小说, 要么不嫁人, 若是非要嫁, 那夫君这辈子绝不可再有其他人, 我从胸口摸出那块玉佩递给他, 前几天才知道, 这是侯府的传家玉佩, 给我不合适, 柿子收回去吧, 他神色冷峻而痛苦, 送出去的东西, 没有收回的道理, 可我不想要, 更是要不起, 我把玉佩强行塞给他, 他冷着脸避开, 推嗓间, 玉佩掉在地上, 啪哒一声脆响, 玉佩成了两半, 我跟善锦君是一正, 我无所谓地笑了笑, 碎了, 我们谁都别要了, 善世子, 我们很快就要各自婚配, 以后还是少联系为好, 我站在府内最高的阁楼, 看着善锦咳嗽着上了马车, 风大雪大, 他的白胡球烈烈翻卷, 似乎要裹着身形瘦削的他, 乘风而去, 嬷嬷上前, 将碎成两块的玉佩递给我, 叹息道, 县主, 您别哭了, 我哭了吗? 我伸手一擦, 脸上湿漉漉的一片, 是风太大了, 我把玉佩接过来, 紧紧捏在手里, 完整的, 我不能要, 碎了的, 我倒是可以好好收着, 我大手一挥, 笑容灿烂, 嬷嬷, 当县主可真好, 多找些人来, 陪我开心开心, 有钱有闲, 还有点权, 这不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生活吗? 很快, 京都就有了八卦, 县主府夜夜升歌, 县主的准未婚夫婿宋小将军, 非但不阻止, 还帮着从窍楚阁叫人, 这一对夫妻, 可算是臭味相投, 期间, 嬷嬷也跟我说, 扇锦那日回府后就病倒了, 一直缠绵病塌, 沈英去瞧过很多次, 结果连面都没见着, 嬷嬷偷偷瞧了我一眼, 低声道, 奴婢听说单柿子放了话, 娶沈英可以, 只是她此生绝不会再踏入她的房间, 你说这, 我拔下头上的簪子, 翻了个白眼, 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嬷嬷, 这话你也信, 很快就到了小年夜, 宋征被我赶回将军府, 那些吹拉弹唱的也不在, 府内难得清静, 这么开心的日子, 沈英这个不识趣的, 却上门来找人厌烦, 她裹得严严实实, 衣服也穿得很宽松, 算算日子, 我与她应该是同一天有的身孕, 可她的韵味却比我要足很多, 我按她要求平退婢女后, 她惊慌地拉住我的手, 明月妹妹, 你赶紧离开京都吧, 不然恐有杀身之祸, 不知道她闹得什么把戏, 我皱着没沉默不语, 她身子前倾, 声音越发压低, 陛下对你轻眼相加, 使她以为你是她遗失在民间的女儿, 表哥将你带回京都, 就是因为你母亲姓宋, 而你自小没有父亲, 我琢磨了下, 问, 如果不是我, 那陛下的女儿现在在哪, 单紧她又为什么要犯欺君之罪, 沈英轻轻抚着自己的肚子, 我才是陛下的女儿, 从她的讲述里, 我知道了前因后果, 多年前, 陛下还是皇子, 去江南半差时, 与沈英的母亲私定终身, 等回京都后, 先皇已为她定下了王妃人选, 也就是善锦的姑姑, 为了顺利争夺皇位, 陛下选择了接受, 隐瞒了自己与沈母的风流运势, 大婚前夕, 沈母带着沈英找来京都, 好巧不巧, 恰好被当今皇后搭救, 若是沈母的事情败露, 那肯定会被政敌公劫, 而为了镇北侯府的颜面, 婚事可能也要告吹, 权衡下, 老侯爷告诉沈母, 她的心上人即将娶妻, 若她愿意, 可以等上几年做个妾, 沈母不愿, 于是留下沈英和一封信, 自此离开了侯府, 而这许多年, 侯爷也没有跟陛下说过沈英的存在, 这两年, 政局稳定, 内外无患, 陛下突然想起年少的恋人, 深觉愧疚, 要寻一个下落, 若是将沈英推出去, 侯府籍有可能就要被贵妃一派攻击, 说他们恶意欺君, 所以, 丹锦财下江南, 就是为了找个合适的女子, 来掩饰当年的过错, 按照她这个说法, 陛下对我的种种眷顾, 就说得过去了, 沈英握着我的手, 急急道, 你上回得罪了庆世子, 她最近没有动作, 其实一直在找你的错处, 而且若是你的身份败露会牵连到侯府, 表哥他也不会放过你的, 若不是我, 你也不用落入这个漩涡里, 所以, 趁还可以回头, 你赶紧走吧, 拿着钱, 天南地北, 哪里去不得, 多少美男可以任你享受, 我将手抽回来, 呵呵笑了笑, 你的话虽然很有道理, 可我不信任你这个人, 我站起来, 直勾勾地看他, 放心, 只要你不招惹我, 我也不会去招, 你的未婚夫, 嬷嬷, 送客, 沈英走的时候, 脸色难看极了, 她那双温柔的眼睛里, 全是恶毒的光, 送明月, 偷来的身份, 是不可能长久的, 你一定会后悔的, 我送你两个大白眼, 我一个乡下姑娘, 这辈子来了京都, 进了皇宫, 当了县主, 玩了美男, 肚子里的孩子他爹, 还是个柿子, 我要是有尾巴, 都撬到天上去了, 后悔个屁哦, 不过到底还是被他影响了心情, 和府的人一起用过晚膳, 我感觉困困的, 就让婢女小丝们玩个尽兴, 自己早早回了房间, 只是没想到刚推开房门, 发现一身黑衣的丹大站在屋内, 柿子让我来给县主送份礼物, 说着, 他一边伸手摸向腰后, 一边朝我走来, 小花窝在炭火边睡觉呢, 见他走近我, 突然坐起来, 对他汪汪汪地叫, 我心内一个咯噔, 脸上却笑着踹了他一脚, 这是熟人, 你去一边玩, 善大已经走到我对面, 他的手也从腰后抽了出来, 哪是什么礼物, 赫然是一把寒光闪闪的短剑, 他眸中闪过痛苦之色, 对不起, 我也是奉世子之命, 我连连后退, 脑子飞速旋转, 白天, 沈英说, 善锦容不下我, 晚上善大就来灭口, 让人不幸都不行, 我冷哼一声, 你放屁, 丹锦他不会杀我, 屋子里障碍众多, 我的速度根本没有优势, 第一击躲过, 善大毫不停顿, 短剑朝着我的喉管刺来, 眼看着就要命丧当场, 房间被一脚踹开, 眼前白影一闪, 紧跟着有红色的血点, 高高飞起, 见到我的脸上, 灼热甜心, 丹锦一手紧紧握着短剑的剑刃, 一手把我的头紧紧按在他胸口, 嗓音前所未有的温柔, 对不起, 我来晚了, 鲜血一滴滴, 顺着剑刃滑落, 巴达巴达砸在地上, 你的手没事, 怕就闭上眼睛, 我咬紧牙, 咬摇头, 我不怕, 我只是怕你会痛, 善大的脸色煞白一片, 浑身都在抖, 扇紧手不断用力, 短剑的剑刃, 竟然活生生被他掰弯, 他的手也流血不止, 他看向善大, 眉目森寒, 真的是你, 沈英肚子里的孩子, 也是你的, 善大扑通一声软倒在地, 双手掩面, 痛苦的乌液, 我一直喜欢他, 那次我们都喝多了, 就, 可他只爱你, 说孩子的父亲只能是你, 如此一来, 一切都说得通了, 所以善大一直努力撮合我跟善紧, 因为他不希望沈英继续吃心, 而那次他明知丹锦喝多了, 却还留我跟丹锦单独相处, 更是刻意在善紧面前模糊了我的离开时间, 好让善紧以为与自己春宵一度的是沈英, 顺理成章地让丹锦喜当爹, 不得不说, 真是个良策, 善大贪软在地上, 替泪其下, 柿子, 是, 是何时发现不对的, 善紧逆了我一眼, 从知道他有身孕开始, 我眼珠子灯时圆溜溜, 他知道我有身孕, 他怎么发现的, 善紧语气淡淡, 平日一顿能吃一大盆的人, 突然间变得那么挑食, 总归是有原因的, 我是猪吗? 我什么时候吃一大盆? 我也就吃大半盆好吗? 单仅语气带着歉疚, 我身边有了内奸, 可我一时没完全地把握, 为了你的安全, 此时让你离府反而更好, 你这些日子找的男人, 有一半是我安排的, 我全家都很谢谢你, 谢谢你的好度量, 给孩子他娘找也男人这么尽心。 善大跟随善紧多年, 曾数次护担仅于险境, 最后善紧没有处死他, 只费了他武功, 让他带着沈英一起去了远离京都的庄子。 有人日夜看守他们, 他们会在一个宅子里, 生儿育女, 恩爱白头, 善大幸福与否我不知道, 可这对于沈英来说, 余生每一日绝对都是折磨。 他被带走的时候, 凄厉地呐喊, 善紧, 你会后悔的, 你们侯府欠我的, 迟早要还, 下雪了。 大片大片的雪花被风刮得四处乱飞, 善紧抱着手炉, 问, 你觉得侯府欠他吗? 我勾了勾嘴角, 如果我是皇后娘娘, 当初会有两个选择, 一是把她和神母送给陛下, 陛下有了污点, 就算曾经爱得很深, 后面也会怨恨他们母女吧, 二是直接杀了他们, 一聊百聊, 勇绝后患。 由此可见, 你们正北侯府的人还是太心善, 善紧意外地看我, 你倒是懂得多? 嗯, 我点点头, 目光悠远。 我娘偶尔会教我一点这些东西, 我扶扶衣袖, 打了个大大的哈欠, 有点累了, 我先回府, 有什么事我们改日再聊, 我眼珠子一转就要开溜, 没想到走出几步, 后衣领子被担紧一把提住, 她空余的那只手往我衣袖上一撸, 好家伙, 我藏在衣袖里的一打银票, 就被她撸走了。 她将银票打开, 五百, 一千, 两千, 五千, 她挑眉看我, 意味深长地问, 你带这么多银票在身上干吗? 我尴尬地笑, 那什么, 我从小穷怕了吗? 自然是带在身上才安心, 她勾了勾唇, 从其中挑出一张纸, 那这身份文书, 我紧张地咽下口水, 想要去抢, 她却已经麻溜地葬在自己胸口, 我一时没杀住车, 直直撞进她怀里, 她伸手紧紧孤住我, 热气吹拂在我耳侧,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跑路, 要么你就把我一起打包带走, 要么就把孩子留下, 这怎么留? 吓得我赶紧捂住肚子, 怒道,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她听得见的, 到时候等她生出来, 把你头发都揪掉, 她轻轻一笑, 露出手腕上一截眼熟的红绳, 只要你肯留下来, 把我揪成兔子我也愿意, 我抬眼看了看她, 这么好看的一张脸, 要是个兔子未免打了折扣, 还是算了吧, 反正就这么稀里糊涂, 我没走成, 夜里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最后把被子蒙在头上, 嘿嘿嘿地直笑, 那什么, 扇锦虽然身体差了点, 可他能力毋庸置疑, 还长得这么帅, 而且也没有花边新闻, 老天爷对我也太好了吧, 我是不是在做梦? 嬷嬷听到动静进来, 见我在被子里发抖, 苦口婆心地劝, 县主别太难过了, 谁也没想到, 善大和沈英两人会, 你别蒙着头, 一会捂坏了, 她把被子一掀, 然后估计嬷嬷心里, 骂骂咧咧地出去了, 很快就到了腊月三时, 宋征一大早拎着许多东西, 嬉皮笑脸上门了, 这是我特意托朋友弄的南方咸菜, 你前段日子不是嚷嚷着没胃口, 还有这是酸梅, 这是烟笋, 我打断她的话, 对不起啊, 宋征, 咱们之前的合约不能继续了, 善锦已经发现我怀孕, 且知道孩子是她的了, 宋征手一抖, 一罐子咸菜啪哒砸在地上, 她蹲下来, 剪碎片, 我也赶紧帮忙, 她却在我的手碰到碎瓦片的刹那, 轻轻拍了下我手背, 去那坐着, 别划伤了你, 我叫嬷嬷来弄吧, 别, 我打碎的, 我自己处理, 她沉默着低头, 花了很长时间才处理好, 最后总算都弄好, 她抬头冲我笑, 这样也好, 不过苦了我, 大过年的肯定要被我爹娘念叨, 对不起, 我搅着衣袖, 要么我给你介绍几个, 宋征拍了拍手, 得了吧, 你来京都才多久, 认识几个姑娘, 这倒也是, 宋征名声在外, 她认识的姑娘, 估计能串一桌子羊肉串, 宋征坚持要在县主府用午膳, 吃完饭离开时, 恰好遇到盛装打扮过的单紧, 她白胡球里是一件暗红色的外袍, 月发衬的人眉目如画, 两人在走廊上迎面碰到, 宋征故意撞向她的肩膀, 可惜扇锦没有半分动摇, 宋征自己却微微皱眉, 轻轻地吸了口凉气, 她凶巴巴地看着丹锦, 明月就跟我妹妹一样, 你若是敢赴她, 我拼了命也要给她找回场子, 扇锦微微一笑, 放心, 大舅哥, 我会对她好, 宋征差点被这一生大舅哥气死, 今日我要跟丹锦一起去参加宫宴, 我有身孕的是, 扇锦已经给陛下报备, 万幸的是, 之前宋征掰万子赢了我, 我跟小贵子说不一定就是她, 所以陛下没有下圣旨, 眼下一切还有回旋的余地, 如今扇锦带我一起赴宴, 也算是间接表明自己和镇北侯府的态度, 去皇宫的马车上, 扇锦一直嘀嘀地咳嗽着, 他握紧我的手, 我刚说的, 你都记住了吗? 关乎性命, 你千万不能出错。 我打了个哈欠, 记住了, 记住了, 我的身份是个定时炸弹, 如果有人要引爆这个炸弹, 今晚除夕夜宴最为合适, 扇锦的理念是, 与其坐以待毙, 不如主动迎击, 只要过了这个键, 以后我便能安全无余。 马车一路行到皇宫门口, 居然迎面撞上了庆园, 那一身红衣裹住他, 可真像是园外家披着红绸吹满气, 圆鼓鼓等着被刮毛的年珠。 庆肥猪盯着我, 阴侧侧地笑, 你迟早会是我的, 我送他两大白眼珠子。 扇锦的神色微微沉了, 这是我第一次吃皇宫研席, 珍修美味应接不暇, 我埋头化身干犯人, 全然不懂其他人公仇交错里的刀光剑影。 可陛下不放过我, 久过三巡, 他点了我的名, 温和地说了几句话, 其实我懂, 说什么不是重点, 能被点名就足以说明 我在他心里有分量。 我含含糊糊应了几句, 正要继续吃, 庆元站了起来, 他凶狠恶毒地看了我一眼, 道, 陛下, 微臣要举报镇北侯府瞒天过海, 明月县主身份成疑, 大殿之内的人都惊呆了, 连陛下的脸也马上沉了下来, 扇锦在桌下紧紧握着我手, 给了我一个别怕的眼神。 庆元也不给陛下反应的时间, 梯里趴拉将事情前后都说了一遍, 说镇北侯府为了掩盖当年的过错, 故意找了我来假冒皇族, 而真正的公主, 早已被他们指使侍卫玷污, 还私自囚禁。 好家伙, 这黑白一颠倒, 镇北侯府最佳一等。 如果镇北侯府倒下, 皇后也就没了倚靠, 到时候庆贵妃尚未指日可待。 殿内鸭雀无声, 陛下脸色黑了个透, 鹰损一样锐利的目光盯向我们这边, 声音冰冷, 镇北侯, 你给镇解释解释, 镇北侯和夫人呼啦啦地跪下了。 丹锦极为镇定, 陛下, 此事事关重大, 陛下切莫听姓庆世子胡言乱语, 献主是否陛下的骨肉。 陛下一宴, 便知, 他已经提前让我服下药物, 也让皇后在陛下的那边做了手脚, 此刻若是滴血认亲, 我们两人的血肯定能相容。 庆贵妃扶了扶头上的朱翠, 的确认亲这法子, 也不全然准, 但柿子还是该好好解释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个丹锦也有准备, 他瞧了我一眼。 我把啃了一半的鸡腿放下, 哎, 该我上场了。 我用力掐了一把胳膊, 顿时疼得眼泪汪汪。 我抬起水汪汪的眼睛去看陛下, 欺然地笑了下, 陛下, 难道, 您真的是我父亲吗? 庆贵妃冷脸要训斥, 我已经眼疾手快把自己的袖子撸起来。 母亲说, 若有一日见到父亲, 只削让她看到这个, 她便会明白的, 我左手手肘的内侧。 有一颗黑色的痣, 皇后惊呼一声, 这, 陛下您这个位置, 也有颗一模一样的痣, 当年母亲带我北上, 途中遇到另外一位进京巡夫的女子, 两人结伴而行。 岂料, 那女子半路染了恶疾, 丢了性命, 留下跟我一般大的孩子, 母亲只能一并带上, 入了京都, 得知父亲已由家中长辈做主, 定了婚约。 母亲不愿为妾, 也不想父亲为难, 所以决定打道回府。 可没想到, 那名与我一般大的孩子病重难治, 幸得侯府相助, 才保住孩子性命, 那孩子自幼体弱, 母亲无力带在身边, 便托付侯府抚养。 自己则偷偷带着我离开, 我眼泪砸在地上, 母亲是什么样的性情, 陛下您应该有所了解。 她是万万不可能为妾, 更不会作见不得光的外事。 她也不可能将自己的孩子留下, 独自贪生, 陛下神情震动, 绷紧的脸色慢慢柔和, 语气充满了畅网, 的确如此, 使朕, 对不起你母亲, 当年也是形势所迫, 我默默冷笑。 如今来说, 形势所迫, 当年若是真的找上门, 你又敢不敢大声地宣布呢? 庆贵妃一派好不容易抓到的机会, 岂肯轻易放弃, 庆缘咬牙切齿, 陛下, 这都是镇北侯府事先准备好的说辞, 陛下不可轻信, 镇北侯府当年就知道宋夫人的存在, 却瞒而不报。 就是为了王妃之位, 此乃欺君之罪, 陛下万万不可纵容, 镇北侯和善锦本稍稍松弛的情绪, 瞬间又紧张起来。 庆缘死死盯着我, 陛下威严不可侵犯, 我劝你从事招来, 陛下会念在你乃乡也无知姑娘, 说不定饶你一命, 把我当傻子吗? 这时候反口, 我就算活下来, 下半辈子也是住栅栏间。 我失望地叹口气, 庆世子, 我来京都第一天, 你就想轻薄我, 结果被我摔得屁股差点开花, 我没想到你这么记仇, 庆缘脸色战红, 小贱人, 你胡说八道什么, 他还要继续咒骂, 庆国公狠狠地拽了他一把。 我冷冷逆了他们父子一眼, 从衣袖中掏出一个发黄的信封。 陛下, 这是我母亲临走前, 交予我的书信, 您可以自己看看, 小贵子上前将信封接过, 呈给陛下。 陛下看完后双眸通红, 最后从主位上起来, 走到我身边将我扶起, 长叹一声, 明月, 是朕对不起你, 对不起你母亲。 传朕旨意, 赐封明月为明月公主, 十亿五千户, 我凑过去, 低声道, 父皇, 我不要壮男了, 我现在喜欢病秧子, 陛下恶然, 旋即扑斥一笑, 行, 既然如此, 朕便赐婚, 你与朕北侯世子, 丹锦, 你可不能亏待了朕的掌上明珠, 丹锦, 以额触地。 谢陛下隆恩, 朕北侯府毫发无伤, 庆国公府就惨了, 除夕夜宴本是君臣同乐, 他们没有确切的证据, 就诬陷皇后, 诬陷朕北侯府。 庆贵妃被降为贵人, 庆园被撸去世子之位。 庆国公年迈, 陛下没有处罚, 不过国公府往后不再世袭爵位。 也就是说, 等到庆国公死后, 国公府百年基业就烟消云散了。 反外衣, 回去的马车上, 扇锦直勾勾地盯着我看。 我瞪他, 看什么看, 这是你对公主该有的态度吗? 你识字还会写字, 多稀罕啊! 我娘以前也是才女一枚, 要不然怎么被京都来的贵公子看上, 他挑眉发问, 昨日你找我要胡周产的纸张, 就是为了这个用处, 你为何不早说? 你在信里到底写了什么? 我垂了眉眼, 我模仿我娘的笔迹, 写了一封信, 解释了一下当年的事情, 并且诉说了真切的情谊, 希望我娘不要踢开棺材板来揍我。 郑北侯在陛下面前说的, 有很大一部分是事实。 当年我娘的确是带了两个孩子来京都, 一个是路上收留的, 但是她离开的时候, 说留下的沈樱才是她的孩子, 其实她才不舍得把自己的孩子留在虎狼窝里。 而且我娘丝毫不眷恋陛下这个渣男, 他独自将我抚养长大, 教我生存, 告诫我不可轻信男人。 临死前, 他留给我一个盒子, 说如果有天我对于自己的身世 有了困扰在打开。 善大来刺杀我后, 我打开了。 得知前后的因果, 可我娘在信里反复咒骂陛下是个渣男, 这不能让陛下知道。 不得已之下, 我只能模仿她的笔迹, 另外写了一封, 挑白了镇北侯府, 又诉说了爱慕和不舍。 写得我恶心的这两天胃口大减。 万幸, 危机总算过去。 你问我恨不恨陛下? 不爱, 也谈不上恨。 我这辈子叫她父皇, 可我绝不会像爱父亲一样爱她。 我以后就可借而花钱拼命地造, 总要对得起我这公主身份是不是。 藩外二, 十月怀胎, 我生了个结实的大胖小子, 可把镇北侯和侯爷夫人乐坏了。 他们本来以为就丹锦那体质, 一定会生出个病秧子, 一天天在家求神拜佛的。 孩子满月设宴, 丹锦乐呵呵地抱着她, 结果她拽住丹锦的头发不放, 硬生生拽掉一大把, 还在扇锦手上拉了一炮时, 被窥是亲生的, 不然估计扔粪坑里去了。 这是陛下第一个孙辈, 她很喜欢, 还亲自给她赐名万福。 寓意很好, 可名字太难听, 跟个小太监似的。 我强壮的小儿表示很不满意, 吃起小尿壶, 资了陛下一脸。 然后整整三个月陛下都没照过她, 直到入冬不穿开裆裤了, 陛下才总叫我带着小福入宫。 扇锦的身体依旧不太好, 总是磕磕磕的, 可这不影响她其他方面的稳定发挥。 万福一岁时, 我又有了身孕, 丹锦双手缠住我, 低声道, 这次咱们一定得生个女儿, 生女儿会乖巧一些, 谁能想到, 后来她一个病秧子, 居然要给两岁的女儿跪下来当马儿骑。 我做不到的事情, 我女儿做到了, 就很爽。